欢迎回来 2017世界大学运动会将在台北举行 为了迎接国际规模的运动赛事 今年将扩大招募职工 预计招募18000名学生职工 及12000名社会职工 希望透过学生的参与 展现年轻人的活力 让全世界看见台湾人民的热情 亲自颁发感谢壮台北市长柯文哲 感谢北区大专校配合办理市大运的职工招募 期盼借由招募职工的活动 能够让台北市动员起来 可是职工也需要组织跟教育 所以大概我们就需要网站 先招募这种热情的愿意来参与 那大概到时候我们还会变一些 教育训练的 还有一些组织的 预告2017世界大学运动会即将开跑 主要招募对象为满18岁的 大专院校的学生 招募人数总计为3万名 因选手来自世界各地 也欢迎语言志工一同投入 那事实上还包括场馆的志工 包括交通维护的 或是当场现场的管理 所以我们需要大概整个活动 要服务1万名的运动员 曾荣获总统教育奖的黄立民同学 也分享自己参与志工的经验 期许自己在世大运的志工活动中 让更多人看见台湾 因为自己本身是身心障碍者 所以觉得常常觉得就是 得之于忍者太多 出之于忌者太少 所以觉得自己能出一份力 就是尽量让自己全力 邀请广大的年轻学子 参与志工活动 除了服务他人 也将台湾的热情 传递到全世界 新台台电视资源和正讯 张其林台湾台北曾到 好 好 有 谢谢 有